不会嫌弃嫉妒他 这是把人的嫉妒心给调伏 人一看到人家有德行 反而比较容易生嫉妒了 尤其同性之间 特别容易嫉妒 舍装言故 我们都说要修慈悲喜舍 从哪里死 修舍修放下 于顺为尽 心无爱慧 顺尽不生贪爱 逆尽不生惩慧 这一句假如体会到了 何处是道场 一切人事环境物质环境都是道场 都念不分别不知多 好 这四句呢 明天早上考试 一天背四句 any question 有没有问题 你那慈悲喜舍的意义都体会不到了 那怎么去落实啊 读诵受辞 才做得出来 常常常派点 功课 我们才会比较用心 这四句呢 可以查十三页道经上面就有了 我明天会考 因为我刚刚看你们的眼睛好像不是很肯定我明天会考 明天给我一份同仁的这个资料 我就叫你起来背这四句 明天点到谁呢 这个人福报很大 是吧 他终生不会忘记 终生不忘了就修慈悲喜舍 修慈悲喜舍 修慈善 升天啊 有福啊 假如又不贪福报一心求生净土 就往生了 好 我们刚刚念的呢 慈庄言故啊 于一切众生不生脑害 跟一切的人相处啊 不让他 不舒服 不让他痛苦 这个是修慈啊 我们这眼神让人难受了 生活习惯让人生烦恼了 这个都是不慈啊 悲 怜悯众生呢 绝不放弃任何一个人 绝不嫌弃任何一个人 所以这佛菩萨给我们表演的都是 不疲不厌 我们今天身边的亲朋好友同仁 你给他劝几次了 他依然顾我 我们就发脾气了 没有善根 不理他了 这个叫不悲啦 常不厌舍 就从没有嫌弃过的 叫佛事门中 不舍一人 而《大藏经》里面还强调到 这个慈悲啊 不只 不杀害人啊 还要爱护悟命 即放生 施食物 我们看到早上 同仁在那里喂雨啊 这个就是施食了 我说怎么这么巧 今天要讲慈心于物 他们有感应了 就先表演给大家看了 而且呢 这么做了 一定会得长寿的报 无微不失啊 得健康长寿 经典还讲到呢 现在的人家 小孩子在玩 也要教育他 凡是这些 苍蝇 蝴蝶 这些昆虫 蚂蚁 鸟雀啊 都不能够杀害 不能伤害 这个不只是 不要伤害生命啊 假如他们从小啊 不懂得这个道理啊 都会去伤这些 生命的时候 他还会啊 增长他的杀鸡 他的 这种残忍的心啊 会增长 所以长大了呢 他就 不知道啊 什么是仁慈宽恕了 什么是感同身受了 所以我们说教育呢 是长善 救失啊 你不导证 他这个错误的行为啊 他会伤害很多生命 提不起仁慈心 而且自己铁定则很大的福报 不然大家回想一下 小时候我们那些玩伴 你看他拿一大堆火去 去烧那些蚂蚁啊 然后用什么 肥皂水啊 在那个蚁洞前面 把他拨下去啊 死的都是一整片的动物啊 您看看他 这一生有没有福 注意去观察 因果报应都在 我们这一生就观察得到了 像我呢 这些事我都干过 所以我就呢 比较短命 身体不好 跟杀生有关 所以 小的时候呢 还爬上树啊 去抓那个金龟丑 所以这个 懂不懂的这个爱护生命啊 太重要了 结果报呢 不只是短命 献报 从树上跳下来 然后地下就有一个玻璃片等着你 就刚好插到手 这个疤痕还在 给大家证明一下呢 不要洒身 那血流了很多啊 一公分多的伤口 而且啊 仁慈之等人还交代他的 仆人啊 你在交坡这些热水的时候 要先看看有没有生命 烧财的时候 扫地的时候 都能不伤害生命 人假如这么细腻啊 人后之人一定有后福 所以英字文里面有一句话呢 让人很感动 举步长看重移 走路啊 一抬起腿来 看看 不要踩到生命 静火 没烧山灵 到山上去玩的时候 要特别小心用火 不小心啊 新兴之火烧起来了 哇 那整片的生命 可能都受到危险 所以 故意放火烧山灵的 那果报一定在地狱 那罪业太重了 所以这些都应该教孩子啊 好 所以呢 人见到一切众生 有生命的危险 比方鹅 扑火了 这个虫啊 跺到蜘蛛网里面去了 鸟雀被伤 蝼蚁被烫 鱼虾被网 这些情况刚好遇上了呢 方便救护 我们刚好看到一些生命 他还能活啊 买下来呢 去放生 这个都是啊 福寿长者所为也 好 接着呢 又提到啊 人因为看到众生的苦难啊 而生起大悲心 因为大悲心起啊 才能 震菩提 因为 菩提心啊 他就成正等正觉 所以因为众生的苦难 成就着人的道业 他就做佛 做菩萨 所以为什么 佛菩萨 念念为众生着想 因为是众生的苦难啊 成就了他的 正等正觉啊 那众生对他 有恩德啊 他就报这个恩啊 而众生呢 最爱惜的就是他自己的生命 而诸佛 自爱呢 是众生 所以能够就众生的生命啊 则能成就诸佛的心愿 那放生跟诸佛的 慈悲心啊 是完全相应的 好 所以劝人放生 则起人慈悲之心 唯永结常乐 常受之善应 劝人杀生 则起人残忍之心 唯永结 渊渊相报之本 所以我们假如 这一生很多事不顺啊 常常跟能冲突啊 跟这个可能都有关系 好 接着呢 举到一个故事啊 汉朝 杨宝 九岁的时候啊 看到一只黄雀 被那个 吃消啊 吃消就是猫头鹰啊 被他扑打 结果就受伤了 掉在地上 地上又有很多蚂蚁啊 在咬他 这个九岁的孩子 看了呢 很不忍心啊 就把他救起来 养在箱子里面 等到呢 他伤口好了 这个羽毛也长出来了 就把他放掉了 结果没多久啊 就梦到啊 有一个黄一童子 他叫救的是黄雀嘛 跟他做医啊 礼拜 感谢他 他说我是 西王母的死者 要前往蓬莱啊 结果遇到这个恶难啊 幸亏你救了我 送了他四个玉环 然后告诉他 令你的子孙啊 都能做到三公啊 就皇帝的老师 而且洁白就像这个玉一样 讲完了 就不见了 后来啊 这个杨宝生的杨正 四肢堂啊 从这里来了 所以大家知道 四肢堂有这么殊胜的果报 跟什么有关 爱护生命啊 最后又生饼 赤镖 四代三公 所以这个四个玉环 他们家族就以清白传家的 好 另外呢 明朝啊 这个故事 大家也应该都很熟悉 因为我们这一次 办四天的课程啊 小朋友有演出来 明朝的沈万山 看到有一个人啊 抓着数百只的青蛙 要杀 他看了不忍心啊 全把他买下来 放到池子里去了 结果有一天 他走过这个池边呢 看到这整群的蛙 就围在一个瓦盆 旁边 他就很好奇啊 就把这个瓦盆啊 反正放着也是放着了 拿回去用了 结果呢 在洗手洗脸的时候啊 有一次刚好 戒指放掉下去了 盆子里 结果一掉下去啊 隔天再用的时候啊 盆子里都是戒指 聚宝盆啊 他就很惊讶了 结果他就拿金子 拿银子试看看 结果金子放进去呢 隔天又涨金着 所以后来啊 他很有钱 富可敌国啊 其实最主要是 他有福报了 救了几百条的生命啊 很不简单 接着还提到一个 我们也熟悉的故事啊 宋朝呢 永明严寿禅师 这个应该是南北朝的这个寿 永明严寿禅师 他本来是当一个官员啊 后来拿国库的钱呢 去放生了 被发现了呢 判死刑了 结果要行刑的时候啊 脸色一点都没变了 官员问他 你怎么都不怕 他说啊 我放了万万生命啊 惊天死了 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 一条命啊 换万万条 够本了 这些他信心坚定啊 我也要往生西方啊 怎么会不高兴呢 好 所以念佛人不能怕死 什么时候死呢 都是高兴的事 你们的表情好像 没有配合我刚刚讲的 是吧 我有一个朋友啊 他也是念佛人 那时候是SARS 我就跟他讲 注意啊 这个SARS现在很凶猛 他说哎呀 我命没有那么好 哪有现在就得SARS 还有很多事得干 所以不怕死 死 就是要往生的时间到了 无量寿经啊 还告诉我们 假使大火满三千 成佛威得西能早 遇到任何大的灾难 都不用怕 念佛 本愿加持就能往生 结果他要醒醒的时候啊 当地的前王啊 了解这个情况很怜悯他呢 就把他放了 后来他就出家为生了 还梦到啊 观音菩萨拿着甘露水 给他喝啊 结果他的智慧就越来越 增长了 还写了万善同归吉啊 六卷 住在永明寺活到九十八岁 放生福报大 合掌作画 后来啊在他的这个永明寺旁边啊 立了一个塔 可能也是放大师的这个设立啊 结果呢有一个僧人啊 每天都绕着那个塔 而且还礼拜 人很好奇啊 他说呢我是辅舟的僧人 因为生病很重啊 结果到了阴间去 看到呢 阎王啊 殿的一个角落啊 挂着一幅画 而阎王啊 都来这个画前顶礼 他就问 这阎间的官员 说这个人是谁啊 他说这个人是永明 严受禅师 凡是死的人啊 都要到阎罗网这里报告 这个禅师啊 没到阎网网报告 直接就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而且是上品上身 所以阎网网非常佩服他的德行 所以挂他的像啊礼拜 所以可见啊 好生放生呢 这个 可以啊 可以啊 网生西方极乐世界 阎间的这些阎网网都佩服 好 大家好好努力啊 看阎网网会不会再挂另外一张照片 德行 从高到啊 连这阎间的人都佩服你 你功德无量啊 佛说此人真善有 接着又讲到呢 明朝廉池大师的戒杀文啊 这一段呢 很值得我们体会啊 说到啊 人人爱命啊 悟悟贪生啊 何必杀他们的身体呢 来充自己的口腹之欲呢 我们看啊 或利刃破他的腹啊 或尖刀刺他的心啊 或扒皮啊 像吃鱼啊 都把他的铃啊 这皮都扒掉了 或断吼 劈他的壳啊 或滚汤 活煮这些鱼鳖啊 扇鱼啊 甚至于是拿盐酒 直接活生生的淹这一些蟹虾 可怜啊 大痛无声啊 那都很痛的 这些可能我们成长都看过这些情境啊 极苦难忍啊 照此弥天恶夜 结成万事生存 一日无常 极堕地狱 这个杀业种的人都是堕地狱 堕了地狱 要受果报了 祸汤 如炭 剑树刀山了 就受这个地狱果报了 又被煮啊 自己又被杀了 受罪毙 受完地狱的罪啊 人作畜生 为什么 还沙叶啊 吃他半斤啊 还他八粮 所以冤冤对报啊 命命去偿还 畜生到还完这些命债之后啊 身为人道啊 多病找妖啊 所以人把这个 廉池大师这个戒杀文真搞明白了 明理了 没有人在想要去杀身了 那地狱果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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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流血汗了 那很恐怖啊 所以莲慈大师经哀告世人 普劝戒杀 更能随力放生 加持念佛 不但征从福德 必当随愿往生 永托轮回 功德无良 这些都是主师的表演 跟对我们非常慈悲的互念嘱咐 早上就跟大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各位同仁 各位同仁 大家早上好 我们接着 《太上感应篇经文》 是《忠孝有替》 《忠孝》 我们常说是传家之本 忠孝也是一个人 历生 修身 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 平天下 都是在忠孝的基础之上 以至于 能够开悟 死法界一正庄严 人中有佛菩萨 人中也有地狱恶鬼畜生 从他的行为 从他的行为当中可以观察出来 大公无私 他自孝 孝父母 孝佛菩萨 那他就是人中的佛菩萨 那他就是人中的佛菩萨 但假如 他是不忠不孝到极点 那可能就是人中的地狱道 所以世出世间要有成就 都要建立在忠孝的基础上 所以太上感应篇注解 讲到 为尘尽忠 为子尽孝 乃天理之常 这是很自然之理 人伦的根本 而忠孝的教育非常重要 假如人不懂忠孝 那他很难不失人生 我们感觉到 有中华传统文化熏悉的长辈 特别重视忠孝 特别重视忠孝 你看我们的老人 爷爷奶奶背 看我们要去工作了 都会交代 好好去工作 不要对不起人 这个都是很厚道 我在听刘芳总裁啊 谈到他母亲 谈到他要出嫁了 他的父母 尤其他的父亲给他交代 该干活了 提的第一点 第二点 不要给人家添麻烦 第三 不要丢脸 这三句话呢 是一个父母啊 交代女儿出嫁的叮铃 其实啊 我想一想呢 爷爷奶奶父母啊 当我们要去为人成子的时候啊 也是这么叮铃我们的 你要去这个单位工作了 人家信任我们 用我们 那我们应该 工作 主动去做 别人不肯做的 多把它拦下来 吃亏是福啊 这个事实上也是这样 多做了 修福修能力 修智慧 就是多做怎么修智慧 多做少计较啊 贪嗔吃慢就淡 多计较了 通通都是贪嗔吃 贪嗔吃起了 智慧怎么起 贪嗔吃越淡 烦恼清智慧砸 这些理啊 都是相通的啊 不要给人添麻烦 不要给领导添麻烦 也不要给团体添麻烦 所以这个忠啊 要实时有大局观 以前的忠臣啊 那为了国家 为了君王 都是杀身成仁 舍身取义啊 惊天地气鬼神 这是人间的圣贤 都有这样的气概胸襟 那我们现在要修出世法 希望能做佛做菩萨 连自我都放不下 自私自利放不下 随顺习气障碍他人障碍团体 那这个就跟目标啊 那完全背道而止了 这变自欺啦 这变欺人啊 自欺是对自己不忠 欺人是对别人不忠啊 第三点 不要丢脸 不要丢自己的人是忠于自己 不要丢自己父母的脸 是忠于自己的父母跟自己的家庭 昨天我们也跟大家提到 每一个人代表自己的团体 我们小的时候代表家庭啊 做了什么不妥当的事情 人家很不满 这个孩子真没家教 那不是给自己家里丢脸吗 那这个忠是尽心尽力啊 应该是光忠耀主啊 怎么让人家羞辱自己的父母跟自己的祖先 那这个就不忠了 所以道理啊 跪在心物 用心去感悟啊 一个道理可以用在一切处 假如用不在一切处 举一不能反三呢 我们不是用心在学的 还是用意识在学 分别执着在学 入不到心啊 就没办法做出来了 那为什么会用脑子学 因为还有明昏力量在里面 还有傲慢在里面 学一些了 可以去好为人识 可以让人家觉得我很厉害 假如不是遇到师长的教诲 时时让我们往心地下功夫 那我记得我成长二十几年 其实都是这些习记 多背了一点文章了 都看了一些资料了 吃饭的时候 就怕人家不知道我懂 赶紧炫耀一下 那懂那些东西有什么用啊 增长习气而已啊 怎么得利呢 一定回到孟子讲 学问之道无他 求其放心而已 时时在这个根本 在这个起心动念上下功夫 今天我们代表父母 代表家庭 走入社会 我们代表我们的团体 国家民族 我们代表我们的国家民族 我们代表辱道士 弟子的形象 真正有把团体国家民族 三宝放在心上了 还忍心做不好的事情 羞辱自己的国家民族 自己的国家民族 跟三宝 其实啊 我们也都代表师长 很多时候呢 外界对于师长的 这些五路 毁谤 有时候跟我们弟子有关啊 因为我们没有依教奉行 随顺习气啊 还打着老和尚的名字 那些县老和尚的不易啊 这也是不忠啊 人师难求啊 我们这一生这么难得 遇到师父的教会 讲经说法 今年五十二年 难遭难遇的法源 珍惜感激报恩都来不及了 怎么忍心再做出有入师门的事情呢 所以人有忠心啊 就能调伏得了习气 忠孝啊 是一个人断习气的大根大本 忠孝啊 是养天地浩然正气啊 古代孝子 一举手一投足啊 都想到父母 有没有伤我的身 让父母担心 有没有做有入父母的事情 他的谨慎呢 都是从忠孝来的 所以我们看 敬业三福 这是修道的大根大本 孝养父母 奉事师长 这个是基础 其实对父母敬孝敬奏 对师长敬孝敬奏 这第一福才能做好啊 无量寿经上讲的 当孝与佛 常敬孝 当令释法 久住不灭 这个是对佛门尽忠啊 期许自己能让正法久住 所以报恩不是挂在口头上来 是要真干啊 为人演说啊 做榜样 让他人在我们身上看到 什么是圣贤弟子的好样子 所以注解当中啊 又提到啊 人虽然呢 要登先位 因为道家 他的目标 是升天 当然 人家目标要升天 他行善积德 也很难得 你要随喜功德 不能我们学的佛 学的净土法门 反而无形当中傲慢 看到人家修善 这个比我差多了 问题是呢 我们是表面上是念佛的人 实质上有没有像他这么好善好得 还打个问号 所以 智者大师讲 六集佛 理集佛 每一个人本有如来智慧德相 在理上是如此 明智为佛 只有有名无实 观行为 他实时 就是啊 楚世代人皆无 用佛陀的行词 观照自己 这个观行为 这不简单 念念随顺 圣贤教诲 再来 相似位 他真的学的太像了 这是阿罗汉 他是正觉了 叫相似位 他还没有真正气度 真如本性 可是他是真的断的贪神之慢 这叫相似位佛 最后是分正位佛 分正就是破一品无名 正一分法神 法神大师 最后是就进佛 41品 都断尽了 那是 就像佛陀一样 就无上正等正觉 就是究竟 未佛 那相同的 那我们现在 是学佛的人 那我们是在哪一个位置 我们是明智位 有名无实啊 反而傲慢啊 那就麻烦了 所以了凡事性里面提醒我们 见人有为常可取 小善可路啊 都要随喜赞叹啊 我们虽然是修的是当身可以成佛的法 可是我们自己的行为啊 自己要很清楚啊 差很多的善忍很远啊 好 所以人呢 要贪着啊 太容易了 光是个 静忠同仁 佛弟子的名相 就让我们堕落了 就让我们傲慢了 所以这个修行啊 不高度警觉啊 所以这个修行啊 什么时候 请明文立扬起 贪嗔吃慢 自己不知道 所以我们看到 道家的这一些风范啊 我们深刻感觉 也差他们差很远 所以灯仙位啊 必须多历岁年 就是还是要积功累得一段时间 就像太阳感恩篇讲的 欲求天仙者 当立一千三百三 求地仙要立三百三 唯至宗至孝的人 今日谢世啊 明日变身天界 这个今日明日是辟喻 至宗至孝的人呢 临终都有天神来接啊 我们在德语故事里面常看到 那孝父啊 安然而逝啊 而且家里的人 都听到很美妙的音乐 来接他 所以 人知道啊 宗孝是为人臣 为人子的大劫 应该做的本分 启之 尤为超度之本也 超度就是一个人的提升的快啊 也是 重要的是落实宗孝 好 所以呢 道教啊 修天目标是升天啊 进入神仙俱乐部啊 那要靠宗孝啊 相同的 我们要到 廉池海会的俱乐部啊 一定要宗孝做彻底 不能丝毫啊 侥幸 忠孝有亏啊 做不了佛 往生不了西方极乐世界 修道的路上啊 打破之旗 不可侥幸 所以 小人行险以侥幸 小人修行啊 有抱着侥幸的心态 为什么师父一直讲 敬业三福 敬业三福 修学的基础是三福 因为他就是讲忠孝 的根基 而事实上啊 我们自己 只要在修学的过程当中 服不了习气 处众当中啊 还能跟人对立冲突 那我情绪不愉快 都是忠孝有亏 这个不能有丝毫怀疑啊 要从根源解决问题 就是我们对父母 还有傲慢 还有情绪化 这个基础美好 当然出社会 铁定跟人相处 会发生这些问题 所以真明白啊 这是大根大本 一定要在这下功夫 然后啊 调伏自己的习气 所以师长讲了 不忠不孝的人 虽修实善 事无量心 不能升天 念佛也不能往生 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忠孝不只是 做人的根本 也是修行的大根大本 也是修行的大根大本 而今天我们听经文法 不能够有所悟触 就是还不认识忠孝 人认识忠孝啊 那个真诚心才透出来 透出来 透出来才能跟经教相应 跟师父教会相应 所以奇怪呢 为什么人家听经体悟这么多 这么深刻 这么有法性 怎么我们听那么多呢 好像都没什么帮助 这个都是忠孝的理不明 忠孝的根有亏 所以念佛修行功夫不得力啊 是没有做到忠孝 真正好好认识忠孝 忠孝才能开悟 做到忠孝才能正果 才能往生 所以太上感应篇忠孝的注解 在四本书里面 我们这个是白话注解 就占了半本 忠孝两个字就注解半本 可见它的重要性 好 那我们看忠孝 忠一般只对团体国家敬重 我小时候常常听一句话 叫没有国哪有家 这是千古流传的话 没有国家的那都是颠沛流理 家不成家 所以国家呢 对于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有恩德 现在这个时代强调民主 强调民主啊 强调民主啊 好不好 诸位同仁好不好 好 好 我们先不评论 我们先客观的来看 请问现在民主国家好不好 你刚刚不是说民主好 是不是 你说 这个地方的土质好不好 你看它结出来的果实甜不甜 不就知道了吧 又不是你在那里拍胸脯 我觉得很好 结果就是不甜嘛 你拍胸脯拍破了也没用 就是论事 论事实事求是嘛 我刚刚分析出来 我没说民主不好 你们不要出去出卖我 但是现在的人就是很可怜在哪 看不到根本 通通在枝末打转 最重要的东西不是制度啦 是人啊 是人心啊 第一个 掌权的人是不是 把人民排在第一位 这个叫实质的民主 我们就好个面子好个名 高兴半天 社会越来越乱 喂 民主国家呢 民主国家呢 大家看民主国家的社会风气 越来越坏 人做人的根基都没了 你要那个民主的像干什么 世间所有的梦幻泡影 靈性的提升呢 是这个人生最真实的东西啊 请问民主国家的人的 靈性越来越高吗 这些太重要了 民主国家的下一代 越来越好嘛 大家注意就看那个民主国家的下一代 犯罪力 节节攀升 所以什么是民主 掌权的人念念以人民的福祉 念念以提升人民的德行为己任 这叫真实的民主 这叫真实的民主 不是假民主制度行自己的利益啊 贪污腐败 越来越严重 所以不是制度的问题啊 是人的 素质的问题啊 德者本也啊 财者莫也啊 制度莫也啊 德行是本 我们这个时代啊 没有深入老祖宗的经典 判断不出本末是非 利弊得势 不见得洞察得了 好 好 瑶帝 找顺帝来当天子啊 观察了二十多年啊 才把位子真正给顺帝啊 那是真民主啊 一定要找到一个最好的人来爱护人民 叫天子啊 代表上天来爱护子民啊 而历代好的皇帝啊 他们确实都不简单 那个鞠躬净 而皇帝呢 批那些奏折啊 批到吐血的都有啊 而我们看 他们在每一个朝代 都是带头学习伦理道的因果 学习圣贤的教会 光是这一点啊 我们就佩服了 带着文武百官 听有学问的人 讲课啊 这些都是特别难得的 风范啊 而我们再来冷静的观察 当我们人民 一直在强调民主的时候 对他的心性有什么影响 我 我 我 你要想到我 你要尊重我 我 我职越来越重 一个人不高兴啊 起来抗议啊 就可以让社会 或者让自己的企业团体 我就要搞到你不能动 我就要搞到你不能动 我现在变成这样 我师父讲经的时候提过 人家日本人啊 对领导 对团体有不满 照样工作 为什么 那是他的本分啊 一个人不尽本分的 还去批评领导或批评他人 根本就颠倒了 自己都没尽心尽力 还能批评人 所以他这个可贵哦 自己尽本分哦 贴个白布条上面写 抗议啊 领导一看到 那一定有什么不同 赶紧了解状况 赶紧调整 他想到 这是我的一个大团体 一个家了 有事 是要协助怎么去改正 而不是去闹情绪的 不是去对立的 哪有人说是跟自己家里的人对立啊 那是愚痴啦 所以我质越来越重啊 事实上对每一个人 这一身灵性的提升 有很大的障碍 现在这个时代啊 人我太重 太重之后呢 往往都是 失去了之后 才会醒过来 或者是啊 离开家了 才知道原来父母太不容易了 离开这个团体了 才知道人家团体领导不容易 等国家 动乱的时候 才知道 国家守护 整个社会安定不容易 现在讲这个了 我们没什么感觉 为什么 我们不是在动荡的年代 有机会呢 我们这里离中东远不远 应该去战争的国家感觉感觉 就会啊 珍惜了 人啊 在享福的时候啊 都觉得理所当然 现在国家很安定啊 不感恩之外呢 骂得很凶啊 民主国家那是骂人是 骂政府是骂得不行 所以 尤其啊 这个民主选举啊 我是在不敢恭维啊 一直在强调 人民是老板 人民是老板 哇 那总统得看人民的脸色 那请问大家呢 这个国家政策 听谁的 听老百姓的 大家觉得应该听谁的 听圣贤人的啦 是不是 听老百姓的 这叫惨媚 惨媚选票啦 老百姓能看一百年啊 除非他读圣贤书啦 老百姓只看眼前的利益啦 这是常人啊 人之常情啊 那好了 都要看眼前了 那政治政绩做什么 看眼前嘛 做的让他马上高兴嘛 哇那麻烦了 有一件事是最不能马上看到的 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 那所以人民素质越来越低啊 轻重缓急要有智慧的人 要一经典做才看得到啊 不是顺着人民的欲望去做事情啊 所以 很多时候啊这一些判断的能力啊 我们没有读经典啊 我们也看不清楚 好 所以现在很多国家地区啊 难得了 这个领导人有这个认知了 要从教育下说 就刚刚呢跟大家谈到 人其实啊 不要等到失去了 才后悔 才珍惜 所以读解里面讲呢 这个世农工商啊 在古代呢 好像呢也没看到 宫廷 他见不到嘛 离太远了 好像 皇帝对他没有什么恩德 但是 是想想啊 今天会没有这些盗贼 没有乱兵 没有乱臣 没有这些烧杀掳掠 遭不保戏的状况 假如没有国家朝廷的 这些法律 这些军队来维持 有可能安定的工作生活吗 我们好像觉得安定工 安定是自然的 应该的 事实上有多少军人 多少政府的机关 多少领导人要伤神啊 才能维持 四海坐享太平之福 所以能体会到这一点呢 那每一个行业的人 都应该要念国恩 念国家领导的恩 然后啊 怎么报恩呢 在自己的家庭本分 跟工作本分当中 静自己这一分钟 尤其是读圣贤书的人 假如还看不懂这个宗志 尤其还带头骂政府 那这个读书人呢 那个死后一定都低于了 不懂之外还带不好的风气 那就更要不得 好 所以现在 这个企业界的难得啊 带头复兴 伦理道德教育 带头啊 为国家敬重 很多大学生没有工作啊 很多大学生没有工作啊 思想观念还没建立啊 这些企业家 要帮忙培训这些大学生 做人得行 这都是随缘尽心尽力啊 为国家多做点事 所以有一句名言啊 不要问国家为我做什么 首先要问呢 我们自己啊 能为国家做什么 这是一个啊 敬忠的心境 敬忠职守的敬忠 唯有敬忠了 才是真正的敬忠 敬忠的地址 大家听懂我的话吗 敬忠职守了 才是真正敬忠忠的地址 好 挺好的 这个敬忠有深意啊 好 那今天呢 先跟大家谈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刚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早安 早上好 我们经文讲到忠孝有替 这个忠字我们老祖宗创制 都把智慧人生的哲理 寒色在这个文字当中 所以忠上面一个 中间的忠 下面一个心 所以心要走在忠道 要用忠庸 不可偏邪 偏施 偏颇 这个就是用忠 心一偏了就不是忠了 比方 我们现在在学习太上感应篇 要不要用忠 要尽心学是用忠啊 不认真学 懈怠 应付 就不是忠了 那我们假如懈怠 不用心了 不尽心了 那是对谁的不忠呢 那首先是对自己的不忠啊 糟蹋了自己的人生难得 佛法难闻的机缘 所以精进 勇猛啊 是对自己的忠心啊 为了成就自己啊 好的 竟然要尽心尽力了 该背的就要背 我们这个礼拜有考试啊 下礼拜要不要考一下 主位同仁要不要 要啊 懂得用忠啊 是吧 其实心里挺想说不要的 有压力 但是我们要想一想 假如没有这样的压力 我们容不容易 懈怠 应循 浪费时间 所以你们就别怪我了 我们下个礼拜 我们早一天考试 早一天快乐的日子来考试 考什么呢 下个礼拜的考题 三伏六合三学六度 浮贤十愿 五个纲领把它背起来 你们都笑得挺开心 太少了是吧 好 你们现在能笑得很开心啊 代表 懂得对自己忠了 就欢喜了 跟自信相应就高兴了 好 所以师长非常善巧方便 怕我们对真心 忠心体会不深刻 把这个真心啊 用五个角度啊 来让我们更体会真心 所以师长讲的 发菩提心啊 是真诚 清净 平等 正觉 慈悲 我们去感受一下 一个人不真诚 他就不忠了 他有应付了 他有虚伪了 那铁定不忠了 所以忠是内不欺几 不欺骗自己 外不欺人 上不欺天 我们说起心动念 没人知道 那是欺几欺人 又欺天 绝不能虚伪应付 这用忠 清净 染着了 心就已经偏掉了 也是不忠了 平等 反面是傲慢 我们一傲慢了 心就偏了 对人就不恭敬了 不忠了 正觉 就是不迷 人迷了 愚痴了 就糟蹋自己了 这对自己也不忠了 慈悲 慈悲 是真心 人 性德的流露 对人一定慈悲 假如自私自利 提不起慈悲心 那这个心也偏颇掉 被欲望所障碍 师长常说 要放下16个字 被这16个字障碍的人 那也就不是用忠心 真心 所以师长用这五心 让我们很容易提醒自己 有没有在真心 忠心当中 所以古圣先贤的教诲 都教我们用忠 用真心 不可以偏颇 什么时候不能偏颇呢 修学的时候 解形相应 不能只偏在解 也不能只偏在行 偏在解 长浮华 成何人 偏在行 任己见 魅力真 而善学之人 在听经 在读经 在深入经意的时候 马上跟生活的 处世代人接物 起观照 这个就是解中 他就有行 甚至于在理解 在听经读经的时候 马上能转变自己的心 解中有行 佛陀在世的时候 很多弟子 听经听到一半就开悟了 代表他行 他听懂了 马上放下分别之主 那他解形 马上相应 就正过了 所以我们 修学的路上 感觉境界提不上去 可能跟解形 不相应有关 有偏掉了 没走在中道上 行中有解 一个人在工作当中 处世当中 时时有一个 很自然的警觉性 我现在所说所做 有没有跟经典相应 善观己心 那这个也行中有解 所以用中就不偏颇 就像这个鸟有双翼 它平衡 车子是双轮 才好走 包含佛门讲 卑至双运 你偏在慈悲 慈悲多或害 你偏在智慧 但是不懂得调剂人情 可能就苛刻了 太用道理去要求别人 看起来很明白 事实上人和 就保不住了 悲至要双云 尤其这个悲起作用 是去做好事 但是做好事的时候 有时候反而 观照能力不够 这就自不足 会变成什么 做好事就强势 反正我做的是好事 顾不及他人的感受 那连这个好事 都起叹真词 顾不了别人感受 做事强势 就有傲慢 就有嗔恨心在里面 比方我们今天要去做布施 好事没有通知另一半 甚至于另一半问起来 态度还很傲慢 做好事还要通知你 这就不够尊重了 所以做好事容易强势 这都是没有悲至双云 我们南京 居美兴的夜总 他参加课程了解传统文化之后 他打算在自己的公司里面 办一个教育中心 很大的事 他这么决定以后 第一个念头 先找太太商量 这是非常正确的 然后还找自己的父母商量 家里人都能接受 这缘成熟 去做 比方 今天大家很慈悲 看到乌龟往生 很多人去帮忙祝念 要把它埋起来 这是悲心起作 作用 好事 但智慧要不要关照 关照什么 请问那块地是不是我们的 你把它挖这么大 那假如管理人员 他们有意见 那不就对不起人吗 你说他们不会计较 不会计较 首先要跟他们打个招呼 这都是尊重 所以以后我们在做好事的时候 人家给我们提意见 首先不要先不高兴 看看人家提醒那个角度 是不是也值得考虑 这样以后做好事才能更圆融 大家看看是不是做好事的时候 有时候很容易如入无人之境 旁边的人或者我们现在身在何处 都不管这个很可贵 智慧再提升那不得了 铁定是大菩萨 所以我们看子购 子路 当官那个地方做水灾 赶紧组织老百姓去做提防 做的时候看老百姓都没饭吃很饿 每个人都给他饭 都给他煮粥吃 孔子知道了 赶紧派子贡 把他那个烧粥的锅 把他给掀了 子路想 夫子你教我最多的就是要有仁慈之心 我现在念念为老百姓 怎么你不给我做呢 不过难得在哪 他会去问清楚 有时候人与人之间 对方可能是好意 可是我们的理解 是对方好像对我们不满 这个时候又不去求证了 本来对方是为我们好 最后我们变成跟对方对立 甚至怨恨对方 所以要讲清楚 问清楚 结果就去问夫子 夫子马上告诉他 你这么做是施恩德 给老百姓没有错 可是你继续这样做了 是不是告诉老百姓 你罪有恩德 你的国君没有你有恩德 老百姓没得吃了 你当官的为什么不叫你的君王 赶快开仓正良 就你有仁慈心 你的君上都没仁慈心 一点 有慈悲 智慧关照不到人情世故 所以让名于上 让功于上 让功于大众 这个都是人情恋达 及文章 所以这个用忠 解形相应 卑智双运 空有两边都不执着 你偏了就变执着 那真正要弃入忠道 才因无所住 不执着有 而生其心 不执着空 人一执着空 什么都不干 什么都是假的 都不要了 连本分都没有尽了 那是杜三恶道去 而生其心 是不执着空 因无所住 不贪着 人一贪着 就想去控制 占有 就造业了 所以师父常讲 用心向静止 这个就是用忠 静止清清静静 但是任何人事物来 他造的明明白白 这个境界很好 这是我们的目标 那怎么达到 因无所住而生其心 容不容易啊 听话就不难 老实念佛 因无所住啊 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啊 而生其心 这一句佛号 自具分明 而生其心 因无所住 确实没有分别执着 因为都在念佛 阿弥陀佛是 无量光 无量寿 无量觉啊 所以一句佛号啊 不假方便 自得心开 自然气露到 中道 叫念而无念 无念而念 好 不管我们有没有听懂 就赶紧念 叫弹子老实念 这个法门特别在哪 一般的法门 你要理解了 你才知道怎么做 这个法门呢 你还没理解 你老实念就得力 这个是太稀有的法门 叫三根普丕啊 利顿全收啊 上中下根 我们通通可以修学 很多法门呢 我们这种根性学不了 甚至于讲老实话 没有这个念佛法门 我们的根性 根本不可能 出离六道轮回 所以阿弥陀佛对我们是 尽心尽力啊 这是真的 忠心对我们啊 念念为了成就我们 脱离生死轮回之苦 所以发四十八愿啊 只要能自心信药 只要愿意求生啊 那没有不互念的 不加持的 无极之圣道啊 亦往而无人啊 那是不难的啊 只要我们念阿弥陀佛的心 像念父母的心一样 这个频道就接上去了 只若异母 如母一时 母子立身 不相为远 哇 你们都没有反应 好 下下个礼拜的作业 大四十字菩萨念佛 原通章 告诉大家比心经还短 你们不要太紧张 我是很仁慈的 我派作业都很有分寸的 你们要信任我 OK 这些理不明白啊 那一句话念不出悲怯出来 肯怯 真性怯怨出不来 真知道只有这一根救命稻草了 真知道 弥陀对我们的大慈大悲啊 念都是用报恩的心在念 好 所以所有的经教 都是让我们七度中道 空有两边不止路 为什么是万德鸿鸣 任何一个法门 八万四千法门 的道理 都可以用一句佛号 来实践 比方说大家读过十善业道经 十善业道经最精髓的一句教诲 昼夜常念 思维观察善法 令诸善法 念念增长 不容豪分不善见杂 就是用这样的心去持十善业 十善业大家比较熟悉的 不杀身 不偷盗 不邪淫 不贪 不撑 不吃 不妄语 不两舌 不欺语 不恶口 那怎么样真正能 常念思维观察 都不间断 那念佛法门 就一句佛号就实践了这一句教诲 念念都是阿弥陀佛 不是常念思维观察善法 不见杂 金刚经整部教我们 云和阴柱 云和降伏其心 是吧 对啊 就是要让我们契入这个境界 好那大家想一想 云和阴柱 阿弥陀佛 云和降伏其心 阿弥陀佛 你假如老实念佛 金刚经念到这一句 就可以盖起来了 为什么 你老实念了 这个就是可以具体落实 那整部经就是让你明理 阿弥陀 依教奉行 就能契入境界 所以为什么叫万德鸿鸣 你乐趣深入 这是妙法 无上的妙法 所以谁最有福气 老实念的人最有福气 诸位同仁 看到大家最近念佛比较精进 有没有感觉烦恼比较少 你们都挺谦虚的 真的 老实念就对了 阿弥陀经我们 共学的时候都有念 念佛之人 十方诸佛都加持 都互念 这个跟弥陀的悲怨是相应的 弥陀悲怨说到了 我成就的西方极度世界 十方诸佛都帮我招生 都帮我宣传 要美到极点 庄严到极点 人家才会宣传 那是真有气概 成就了一切诸佛 都互念念佛人 都劝念佛人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我们读无量就心 最重要就是学阿弥陀佛 尽心尽力学阿弥陀佛 这也是用忠 而我们看忠常常跟成合在一起 忠成 忠义 忠信 人不成就不忠 不义就不忠 不守信就不忠 一念不生 是为成 忠诚之人 没有为自己的念头 念念为他人作想 义 没有自私自利的念头 这是道义之人 所以孟子曾经讲到 说行一不义 杀一不孤 行一件不到义的事情 其实义跟义是相对的 只要有自私自利 掺杂在自己所做的事里面 就是不义 行一不义 做一点小小不义的事 杀一不孤 一个杀害 或者是伤害一个无辜的人 而得天下 你只要做了这一点不义的事 或者 只是伤害人 伤害一个人而已 天下就给你 给你以后 你就可以去做大好事了 要不要 很多这种逻辑 都会陷我们于不义 反正你就是 对不起他而已 以后你 做了这些好事再回向给他 因地不争 果遭于屈 当我们在规划着以后做好事 而现在是不义的存心的时候 我们自己就是个糊涂人 所以 这个跟义要相应 中是一心一意 像我们受此无量寿经 怎么用一心一意呢 经文说 如是一心求敬方 决定往生极乐国 这是用忠啊 假如我们 打烦恼的时间 比念佛还多 这就是不忠啊 不忠于自己的目标啦 不忠于自己的性德啦 所以对自己啊 要一心一意 所有 所做的好事 通通不求果报 全部回向往生 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是用一心啊 用忠啊 一个方向 一个目标 再来呢 对自己的另一半 要忠 今天 会为了 利欲 背叛另一半 这个就是不忠 现在为了钱啊 为了玩乐啊 就背叛另一半 这个就很不忠不义啦 但是现在这种情况啊 不少 为什么 人不学 不知道啊 我们曾经接触一些大众啊 听完几天传统文化的课啊 私底下都跟我们讲啊 来的时候已经啊 约好时间要去离婚了 听完 听完以后才知道自己错的离谱啊 赶紧 挽回彼此的 关系啊 要静那一份道理 所以世间人为什么没有忠义啊 还是因为不读经 没有学习的关系 所以这个时代啊 面对错误的人啊 悯人之凶啊 怜悯他啦 不要再责怪他们了 这是树道 用包容来化解冲突 化解彼此的问题 包含对国家要敬忠 对国家不敬忠 那是做国贼啦 不能出卖自己的国家 不能羞辱自己的国家 我们今天带着孩子出国去旅游啦 在机场里面大吵大闹 人家一看 马上说什么 Chinese 这个就是对自己的民族不忠来 以自己的行为羞辱自己的民族 相同的我们是佛弟者 人家又知道我们学佛 假如又做出违背道德的事情 那就很造的罪孽就重了 不忠于虚空法界的身团 好 所以对团体 尤其我们是弘法的团体 我们要忠于佛陀 忠于古圣献献 再来要忠于我们的导师 师父有真实智慧啊 有福德辟应我们啊 我们才有这个学习提升的机会啊 才有这个广结善缘的机会啊 可不能过河猜桥啊 稍有明文利养勾引了 这一份情意就忘记了 就没有用忠了 所以我们冷静看啊 人的忠心根基不老啊 真的经不起 名利欲望的诱惑 所以为什么要因果教育 没有因果教育啊 真正大的诱惑现前 伦理道德也不一定付得住啊 所以我们看到 世间人 德行的根基不稳 一有利欲了 想不到父母了 想不到兄弟姐妹了 甚至抛弃另一半了 而 这个真心的 启发啊 大根大本 绝对 要 奉行啊 孝清尊师 而我们 尊师啊 重在依教奉行 重在 为正法 久住而努力 这个忠才是有智慧 不是说我跟 某某同修 关系比较好 我要忠于他 他要做什么 我就跟他做什么 这叫于忠 这一个同修 他有没有孝清尊师 他有没有依教奉行 这个要冷静 弘法立身啊 要用理智 要明白 所以都为同仁 假如以后 我做的跟老和尚不一样 你美药会分辨 一定要依照师父去做 不能依照我去做 这是对师父忠心 对正法忠心啊 同样是真正对我的忠心啊 忠是尽心尽力啊 你做对了才能把我劝回来啊 你跟着我一起做错人 那不就愚痴了吗 是吧 假如我跟师父不一样 你们一定要去买一只狼头 塑胶的啦 表法的嘛 要把我给敲醒 为什么 人假如不尊师啊 那果报在阿比地狱啊 你们一敲是把我从阿比地狱敲上来 叫功德无量啊 我们一起跟师父学习 同参道友啊 善相劝 得皆见 好 那今天先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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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位同仁大家早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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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经文讲到忠孝有替 所以用忠啊 就是用真心处事待人接物 我们修学传统文化的目标啊 恢复恢复本善恢复本善恢复性德 恢复本善恢复性德 恢复本善恢复性德 所以时时啊 在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当中呢 我们懂得用忠用真心 实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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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在回归自信 而在忠孝当中啊 有讲到 自忠和 天地未焉 万物欲焉 用真心啊 能达到仁和 有忠啊 才能有和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去过 北京故宫博物院 故宫有三栋主要建筑物 太和殿 中和殿 宝和殿 这个太和啊 那指的呢 就是 本性 就是啊 宇宙与我 皆一体 的这个真相 延伸呢 就是孝道的意义 一体啊 这个孝字 上面一个老啊 下面一个子 上一代还有上一代 下一代 还有下一代 过去无死 未来无中啊 过去无死 是一个整体 所以太和代表啊 彰显的 一体的真相 十方三四佛啊 共同一法身 就是师父最近讲的 自信清净 圆明体 一个人 一个人假如 契路了 众生与我 是一体了 这个人就是正法身啊 就恢复自信啊 当然这个是我们的目标啊 那师父常讲一个比喻啊 可能在 这么想 大家很难理解 在一个大海里面 这大海是整体啊 这是我们本来的我 本来的我 本来的我 宇宙啊 都是我们自信变的 但是这个大海里面呢 有一个小水泡 就执着啊 这个小水泡才是我 不是大海 是我 那执着的这个小水泡 它的活动空间呢 就是这个小水泡了 没有像大海这么宽广 那我们现在执着这个 身体是我 就好像这个小水泡了 出不了这个小水泡了 那就在六道轮回当中了 自己的本来面目 是大海啊 是整个虚空法界啊 所以这个很冤枉啊 就执着的这个身是我 把这么大的 智慧德能福分呢 都起不了作用了 被自己这个执着 这个迷惑给葬住了 可能这一个水泡 又跟另外一个水泡 起对立啊 起冲突了 谁愿意把这个水泡戳破 它就恢复到本来的法身了 就是太和了 他的心胸啊 太和之气啊 他的心胸是 心包太虚 亮周煞结 他已经正法身一体了 就好像人的一个身体 哪一个地方不舒服了 他马上感同身受就去帮忙 这个就是佛菩萨契入法身 众身有感 佛菩萨有应啊 救苦救难 这是他本来的能力啊 本来的性德的流露啊 一点都没有勉强 好 所以这个太和啊 是教一体 教效 中和呢 是教中 用中啊 才能进中心 保和呢 是能保持中效 要能保持啊 要能再往上提升 所以太和是本性 中和保和啊 是性德的启用 性德一起用啊 他不会偏师 大公无私 他会啊 以大局为重 保和啊 天时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 他会忍辱负重 这个都是保和的 所以心有偏师了 他就不可能 不自私自利 他就不可能 不跟人对立 就达不到和 所以有中 才有和 有和啊 才有平 有平呢 才有安 有安啊 才会乐 所以要达到啊 和平安乐啊 最重要的还是 我们的心地啊 要真诚 要符合中道 所以为什么说 一暴随着 正暴转 还得在啊 自己的心地当中啊 下功夫 这个整个世界啊 是我们自己的心 变现出来的 唯心所现啊 唯事所变 既然是自己的心线事变呢 我们自己要负完全的责任啊 又不是别人变的 自己变的 变出来的境界 有很多对立冲突 矛盾 那当然是我们的心地 要调整啊 就好像一个人做噩梦啦 请问大家 要怎么检讨 能不能检讨梦里面 都是那个女的害的 她长得太漂亮 害我起邪恋 是不是去检讨那个梦里面的人 不是啊 检讨做梦的人意念不振啊 同样这个道理再推回来 诸位同仁 我们现在也在做梦啊 大家感觉到没有 现在这些境就是我们自己的心 变现出来的梦境啊 怎么让这个梦境 能越来越好呢 能在这个梦境当中啊 借假修自己的心呢 梦境是幻想啊 我们现在所接触的人事物啊 刹那都在变化呢 怎么是真的呢 什么也留不住啊 大家坐下来请问 我们 我们 已经过了 半个小时了 大家的细胞 新陈代谢多少了 啊 不知道啦 很多啦 我们还是半个小时之前的我嘛 刹那 刹那都在变化的幻想 我们在这个幻想当中啊 能不能不贪着这个身体 能不能不贪爱这些境界 人一贪爱境界喔 他在面对下一个境界就开始起比较 你看以前那个领导对我多好 以前那个同事对我多好 他在当下就生烦恼了 烦恼从哪里来 从染灼来的 从贪求来的 一有贪灼了 心就不忠了 偏颇了 要在每一个境当中啊 没有贪灼无助 升起真诚的心 升起慈悲的心 这个教会用功夫了 好 而我们一讲到中啊 可能会觉得下属要中 事实上呢 每一个人呢 都是要敬中 每一个人 都有为人臣的本分 所以比方我们做下属 哦 那这个 蔡老师这几天都讲中 都是讲我们 都不讲那些领导 是不是这样 那假如大家起这个念头呢 那我讲了半天呢 你一句话都听不进去 好 好 谢谢观看